總共的那個總 現在還在講小乘的滋涼味 除了要修五庭心觀以外 還要修四念觸 那四念觸的修行方法有分成兩種 第一個叫別相念 第二個叫總相念 別相念你就是一個一個慢慢修 先修觀身不盡 然後接著修觀受是苦 再來修觀心無常 最後修觀法無我 就是四的方式 那什麼叫總相念呢 總相念就是四再乘以四 四是十六 怎麼修觀身不盡 觀身是苦 觀身無常 觀身無我 現在是觀身嘛 那接下來在觀受 觀受不盡 觀受是苦 觀受無常 觀受無我 聽得懂嗎 你們看著你們寫的那個四念觸 你就知道師父在講什麼了 那第三個 觀心嘛 那觀心 觀心不盡 觀心是苦 觀心無常 觀心無我 再來最後一大象 觀法 怎麼觀 觀法不盡 然後呢 觀法是苦 再來呢 觀法無常 再來呢 觀法無我 這個叫總相念 就是四大相乘以四大相等於十六相 十六個法門 懂不懂啊 這樣可以嗎 它其實就是把四念觸 這個身受心法把它做一個擴展 我們先觀身嘛 然後觀 苦 空無常 如我嘛 然後接著觀受 接著觀心 接著觀法 通通都是觀 苦 空 無常 如我這樣子去觀 總共十六相 這個叫 總相念 那這個是小稱的資良位 那大稱的資良位 它修什麼呢 它比較沒有這樣子特別的法門 只要我們任何能夠做到 從利他當中完成自利的法門 幫助眾生啊 救度眾生啊 無量的法門都去行 這個就是大稱的資良位 所以我們看我們也可以修六波羅蜜亞 那我們也可以修這個所謂的 剛剛講到的四念觸 我們也可以修 但是 你是必須站在你是要幫助眾生的角度去修的話 那你所修集的就是大稱的資良位 所以大稱的資良位並沒有特定說 你要修什麼樣的法門 凡是幫助眾生 那當然自信當然不要執著啦 你幫助眾生的任何一個 一言一行啊 所做的事情通通都是大稱的資良位 為眾生作為一個出發點 這個是資良位 第二個講到 佳行位 在我們今天這邊講到的暖法、頂法、世間第一法 它就是佳行位 小稱的加行位 小稱的加行位 叫暖頂、世間第一法 那大稱的加行位 分別是我們所講到 菩薩的這個位階 十柱、十行、十回向 這個是大稱的資良位 小稱的資良位 就是這裡講到的暖法、頂法、世間第一法 那大稱的資良位指的是 十柱、十行、十回向的菩薩 聽得懂嗎 那資良位是什麼 我們這樣加行道是什麼 我們這麼解釋 所謂的資良 資良位的意思就是說 我還沒有正正開始修行 我可能對於法不了解 但是呢 我先積極地做好事 或者說我先積極地斷除我自己的煩惱 能做多少就盡量做 這個就是資良位的意思 我其實還沒有真正出發 真正去行法門 那什麼叫做這個加行位 加行就是說 我已經開始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然後呢 修行的道路上 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我常常的去 學習到更多佛法的知見 然後呢 也更加地去反省檢討 我自己的身口意三頁 這個叫加行位 資良、加行 是這個意思 所以資良其實還沒有真正 真正走上修行的道路 那加行呢 它似乎已經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但是還是跌跌撞撞 為什麼還是跌跌撞撞 因為它還沒有真正看到那一條道路 要必須到第三位的見到位 才真正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所以那見到位呢 也有大小乘之分 小乘的見到位呢 就是正道的出國 就是小乘的見到位 那大乘的見到位呢 就是正道菩薩的出地 叫做見到位 再來第四個叫做修道位 小乘的修道位 那當然就是從出國開始 一直修行到成就阿羅漢國之前的 這整個過程都叫修道位 那大乘菩薩有事 從出地開始修行 一直到成就佛道的這整個位階呢 整個修行的過程都叫做修道位 然後最後一位無學位 就進位呢 小乘來講就是正阿羅漢 大乘來講就是成就佛道 這個做一點補充 讓你們了解修行五位 資良、家行、見到、修道 還有救濟、無學位 這個稍微了解一下 那以我們現在凡夫眾生的這種狀態來講 其實我們都應該算 挺多在資良位 累積自己的福德資良 就是多行善法 然後呢 學習斷除自己的煩惱 但實際上呢 我們還沒有真正開悟 還沒有真正能夠有功夫 斷除自己的煩惱 頂多只是善法跟惡法 不斷地夾雜著 然後呢跌跌撞撞 繼續不斷地往前走而已 所以此時此刻的我們能夠保證說 下一世決定不墮落嗎 很難然後很難保證說 我們絕對不墮落 所以在這個資良位的我們就是 能做多少 就是努力的去行使 這樣子就好了 這個是資良位 家行為 他必須 那接著這個家行為 他必須要像 這邊講到 暖丁冷視第一把 然後即將就要見到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 似乎是有點距離的 這樣可以嗎 修行不會了 好再往下看了 有的鎮到這些果位 有的鎮到無聲法忍 那有的菩薩呢 鎮到一個陀羅尼 或者兩個陀羅尼 三個 四個五六七八九十個陀羅尼 又得百千萬億陀羅尼 陀羅尼師父在解釋一下 它就是你能夠圓融佛法 融通佛法的道理 沒有障礙沒有分別 所以其實 雖然這邊講到 得到一個陀羅尼 還有得到兩個三個 還是得到十個 或者是得到百千萬億 無量的陀羅尼 但對師父來講 只要我們贈得一個陀羅尼的話 剛才不是講 義法通法法通嗎 所以你贈到一個陀羅尼 跟贈到無量陀羅尼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是這個意思 所以後面又講到 又得無量無數 黃河沙阿聖及陀羅尼 其實都沒有分別 義法通法法通 那正道這個陀羅尼的菩薩 皆能隨順轉 不退轉法輪 無量眾生法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醒 其實這裡講到的就是佛陀 他在講到無量易經的這個當下 然後功德非常不可思議 那眾生依著自己的根器 來分別證到自己的果位 剛才講到南鼎冷 師弟伊拉 從虛陀凡阿娜涵 斯陀凡等等 證到阿羅漢 還有菩薩呢 證到無神法人 那菩薩呢 還有證到一個陀羅尼 來自於無量陀羅尼 其實阿 義法通法法通 真正理解到無量易的道理的話呢 對他自身來講 他不會去想說 我現在證到什麼果位 他也不會去想說 我證到了幾個陀羅尼的 如果才這麼想的話 那就代表他其實沒有 沒有真正體悟到無量易的道理的 能夠真正體悟到無量易的道理的話 應該這麼說 前面講到的 他通通都得到 他通通都可以證得 南鼎冷是第一 那個生文的四果 菩薩的無量 這個無神法人 菩薩的無量佛尼 他通通都可以證得 那證得之後呢 都能夠像佛一樣 隨順 依著眾生的根器 轉不退轉法人 不退轉法人 法人的功德呢 師父這麼譬喻好了 像師父也在講經說法 可是講經說法的時候呢 不見得每一次 大家聽都會覺得 這個很殊勝 然後都很受用 甚至於有人聽了之後呢 一次兩次他就不想聽了 這個不叫不退轉法人 真正的轉不退轉法人 意思就是說 這個眾生應該說 菩薩或佛一說法 這樣一句話 這一句話就會 重在我們心裡面 那當我們遇到 任何境界的時候呢 這個法永遠都不會懂 我不會懷疑它 我時時刻刻都可以把它 拿出來用 這個叫不退的法人 不退轉法人 那當然就是 佛菩薩他們累積了無量 修行的功德 來自於 因為他們正到無量義的道理 所以才能夠有這樣子 說法的未得力 師父沒有 所以你們多多包涵 互相學習 好 那麼以上呢 講到的就是 這一部經的正中分 就是說法品的部分 講無量義的道理 然後再複習一下 無量義呢 我們該怎麼去學習 無量義 其實第一步 要從空性的智慧來著手 先用空性的智慧呢 來對峙我們的分別心 怎麼說 凡事都是有因有果嘛 都是因為因緣聚合的關係 那這個境界才能夠成就嘛 所以這個境界來的時候呢 我的心不要隨之而動 境界離開的時候呢 我的心同樣不要隨之而動 因為一切的境界 總不出所謂的四項 叫做 身 住 然後呢 義 滅 無量的境界呢 總不出這四項 既然一切境界都是 身 住 義滅的話 那我就 我們的心 就不要隨著境界來動搖 能夠不隨境界來動搖 就是 為什麼能做到如此 就是因為我知道 一切總將歸於空性啊 所以要學無量意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用空性的智慧來學習 來對待 那空性的智慧從何學習 無量意性教導我們 常常去思維 思想 深住意念 深住意念 煩惱也是深住意念 快樂的心情也是深住意念 財富 健康 來自於我們的輪迴 也是深住意念 這麼去思維之後呢 就能夠用空性的智慧來對待一切 慢慢的空性慧 或叫空性見 就能夠從我們人類心當中 慢慢的萌芽出來 萌生出來 當我們以後再遇到境界的時候 也就不需要特別的再拿空性來用 因為它時事不可救戰 那無量意的智慧呢 不是只有空的那一邊 它還必須要有什麼 要跟菩薩跟佛一樣 發起無量的大慈悲心度化眾生 這個也 這個才叫無量 那我們反覆度眾生呢 常常落到一種知見思維 就是說 我跟這個人比較有緣 比較有演緣 或者是我比較喜歡他 所以我喜歡度他 那這個眾生 我可能過去是跟他的一緣不好 我不喜歡他 見到他就討厭 所以我不想度他 這不是菩薩 菩薩沒有分別型 這個是指對 以下對待來度眾生 來看知無知 那如果今天以上 對上來聽法 聽經文法 或者是說我們講 恭敬師掌 或者講我們學習法門 也要用無量的心量來面對 佛菩薩都一樣慈悲 師父就是師父 沒有太多的分別 法門就是法門 沒有太多的分別 我不起分別心的去 恭敬諸佛菩薩 恭敬三法 我用沒有分別的這種心量 去學習無量的法門 他就是無量意的另外一個層面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學習空 一方面又要發起這種 無量無邊的學習 慈悲啦行詞啦 那兩個 剛剛講空跟無量無邊的這種行詞 學習 兩個能夠圓融的話呢 就是真正的無量意 所以 以前都講過啦 這個叫做空有不二的智慧 它就叫做無量意 或講真諦俗諦 圓融無外 或講空觀跟假觀 圓融無外 它就是無量意的智慧 因為不好講 因為有的人聽過師父講 真諦俗諦 還有的師父也講過空觀假觀 可是有 如果不太理解的話 沒關係 先把它記起來 什麼是無量意 就是空觀跟假觀 圓融無外 什麼是無量意 就是真諦跟俗諦 圓融無外 什麼是無量意 就是真空跟妙有 圓融無外 先這樣子記起來就好了 那以後有因緣師父呢 遇到了這些明相的話呢 會再解釋 也只能這樣子啦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個第三品 就是這一部經的 三分當中的第三分 叫做流同分 好 師父看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好了 先休息一下 好 好 看時候請休息 沒關係 直接休息就好 直接休息 好 像上路就先休息就好 十分鐘 好 好 好